白考儿怀孕的事情 你早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所有关于白考儿的事情 你必须得一无一失地告诉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考儿说 她丈夫都不知道 您当然不能先知道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葛摩世之前也不知道 白考儿怀孕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的事情 老婆怀孕了都不让老公知道 你还给你 告诉我 你到底知道多少 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告诉我 考儿的孩子 被检查出有心脏病 我知道 然后呢 刚刚是跟考儿之前说过 如果他们的孩子遗传了心脏病 那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要 他不想看到孩子一出生就受苦 也就是说 白考尔怕甘默吃不要这个孩子 所以瞒着他 那甘默吃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孩子 遗传了他的心脏病啊 那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怎么整这么多天鹅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天鹅呀 是忠诚和永恒爱情的象征 相伴终生 不离不弃 自古以来 天鹅就被比喻成忠贞不渝的爱情 这是谁想的 我呀 难怪呢 也只有你这么细致 这么浪漫的人 享受这么好的点子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他们的爱情能走到今天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而且 天鹅呀也有吉祥的象征 我希望他们以后的爱情 平安 幸福 我也希望别再有什么波折了 墨吃的身体已经这样了 能完成这场婚礼啊 也算了却他心中的一个素颜 也对考儿的一个诚意吧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过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最大的诚意 就是给他一个完美的婚礼 对 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了 那个 米兰是考儿的闺蜜吗 对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这个人让我觉得 很不踏实 你不太喜欢她吧 也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 实话跟你说了 这个女孩啊 人品有问题 她之前在一家包社啊 当余记 后来应该敲诈勒索其处理 差点坐牢 敲诈勒索 很惊讶吧 我跟莫迟都不同意她来当助理 没办法 她是考儿的闺蜜 她报社被开除之后没有工作 考儿愣把她塞来的 莫迟不同意 考儿就不业 难怪她让我觉得这么不舒服 不过先让她干着 莫迟也说了 不行就把她开了 我是对她没什么好感 不过这点你放心 她在我眼皮底下 干不出什么坏事来 好吧 你这知道着急了 早干嘛去了 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姐 你想做父亲啊 她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啊 郭老师 这是重新修改过的婚礼流程 你看一眼 你 是不是不舒服啊 别来 坐 李兰 这三年 你一直守在考儿的身边 跟我讲讲 她跟齐叔里是怎么相处的吧 我不允许一点的隐瞒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你不在这三年 一直是齐叔里在照顾考儿 这大家都知道 考儿出院以后 有段时间是住在齐叔里家的 他还住在他们家 嗯 他们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前年春节 齐叔里还带考儿去海南过的年 在那儿敬仰了一段时间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郭老师 你不在的这三年 我们都不知道你还回不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再加上考儿记忆错乱 他跟齐叔里走在一起 也是正常的 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吗 有些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毕竟他去北京之前 一直是跟齐叔里在一起的 他们之间有什么事 也不过分吧 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当我胡说 米兰你知道你在说什么的吗 本来我对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怀疑 但是你这么一说 反倒让我安心了 一个在背后说自己 灰蜜坏话的人的话能信吗 你知道你怎么来我这工作的吗 是考儿求我 他对你像亲姐妹一样掏心掏肺 你就在背后这么诋毁他 我没这么说谎 你以为我会那么蠢 听你一派胡言 她是我太太 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 出去 我就知道考儿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呢 妈 马上就要结婚了 没有到处乱跑吧 没有 我今天来太太请假 请假好 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能去上班了 保胎最重要 嗯 知道 还有我告诉你 千万别乱吃东西 不能着凉不能感冒 怀孕期间啊 可不能随便地打针吃药啊 妈 你呀又嫌我啰嗦了是吧 我可告诉你啊 这个投胎最重要了 一旦出了个岔子 以后再想生第二胎可就困难了 妈 我想问你个问题 嗯 什么问题啊 如果 我是说 如果当初您怀我的时候 发现 我是个有缺陷的孩子 你还会生下王吗 缺陷 怎么会这么问呢 就是有点紧张 随便问问 我很担心 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妈妈怀你的时候 也是整天吃不好睡不好 就担心孩子缺胳膊少腿 整天都胡思乱想 那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呢 如果真有问题啊 真要生下来 妈妈肯定会养你一辈子的 哪怕你就是个傻子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天下的妈妈 不都是一样吗 唉 你不想问我